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句筷子人口的唱词 几乎人人都会唱 特别是青年男女 这句唱词就是 你耕田来我之不 夫妻双双把家还 这个美好的二人世界 它是数千年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男人耕种田地 女人仿杀植布 男主外 女主内 这种男女分工 它是典型的中国农耕文化的特色 男跟女子呢 它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分工 那么 这个男子和女子 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国文字啊 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就是啊 很多字 它都可以忘文生意 那么 在男子和女子上面 是不是也可以忘文生意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男子 这个男子啊 它是有利和田 这两个字组合而成的 那么 这个男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说 男子用利跟田呢 实际上啊 它还真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树文解释的解释 他说 男丈夫也 从田从利 迎男用利与田也 你看 是不是这样 如果说 树文解释的这个解释啊 理由还不够充分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男子的甲骨文字形 这个字形啊 就直观地表达了 男 就是用雷 也就是离 在用力地跟田 所以啊 这个男子是一个会议字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女字 她的甲骨文字形啊 就像一个女人半蹬着 或者是坐在那里 仿线之步的样子 所以呢 这个女字 它是一个象形字 男和女这两个字呢 就非常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古代 男跟女字的这种社会形态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甲子 它是由雷和井这两个字组合而成的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雷啊 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梨 它是古代社会 人们用来耕田的农具 从雷的这个外形上来看呢 非常像甲骨文的例子 这个根字啊 它由雷组成呢 我们还很好理解 但是 它为什么要用一个井字呢 根与井有关系吗 在周代呀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井田字 把一块土地呢 划分为九个区域 其中啊 八个家庭呢 每家各占一百亩地 这个每家一百亩地呢 称为丝田 而中间呢 还有一百亩地 它属于国家属于 属于呢 称为宫田 这个整片的土地啊 它的形状就像一个井字 所以呢 我们称为井田 所以说啊 这个根字呢 它是一个绘字 另外啊 我们古人的生活生产都离不开井 一方面呢 是生活用水 人们呢 是着井而隐 另一方面呢 这是生产用水 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啊 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需要用水来浇灌 所以呢 这就离不开井 所以啊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井 围绕着井居住 围绕着井耕种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看女之 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个直字啊 它是一个简化字 是由丝和之字共同组成的 而它的繁体字形呢 是由丝和直来组合而成的 其中这个丝字啊 它表示与丝线和步驳有关 而这个直字呢 它表明的是这个字的读音 这个支啊 它是一种行为 是指纺织 这个纺织的工艺流程啊 是这样的 先把这个棉花搓成一根一根的棉条 然后呢 再把这一根一根的棉条啊 纺成线 然后 再用这个线呢 来织成布 中国古代啊 有手工的织布机 直到现在呢 在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 仍然呢 还在延续着这个手工织布的传统 在古代 人们的织成的物件呢 主要有两种 一种呢 是钵 还有一种呢 是布 实际上啊 这个钵 它也是布 只不过呢 使用的材料不同 钵呢 它是用商残丝制成的 而布呢 是用棉或者麻制成的 所以呢 这个 由于丝制品啊 比较贵重 为了区别这两种 织成物呢 一个就称为钵 一个呢 就称为布 当然 这个钵呢 要比布 贵重得多 在古代呀 这个祭祀是一件非常重大 庄严的事情 所以呢 古人在祭祀的时候呢 只要经济调节许可 通常呢 都会用钵来作为共品 而不是用布做共品 人们把这个 用作祭祀的物品呢 称为共品 而向朝廷竞宪的物品呢 也称为共品 但是这个共呢 跟前面的共不一样 作为祭祀 共品的这个钵啊 一般都是纯白的 而作为竞宫 共品的这个钵呢 通常都要在上面绣上吉祥的图案 这个绣有彩色花纹的钵呢 我们就称为颈 而绣呢 这是指过程 也就是把这个彩色棉线 在布钵上绣成花 鸟 山 水等图案的过程 在进贡的这个共品上面 大多会秀上美丽的山河 所以呢 我们在赞美祖国的美丽山河时呢 通常就会用锦绣河山 锦绣江山 来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意 我们看到 这个男人啊 在田间耕种 收获的是五谷丰登 女人在家里纺纱直布 收获的是锦绣河山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并立起来成立 你看 这像不像一幅象征 男跟女制的中国农耕文化图 这一讲呢 我们讲了男 跟 女 之 以及贡品 锦绣河山 锦绣江山等等 词语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呢 我们讲成绩与胜利 谢谢大家